開始了嗎?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這一台我記得好像沒有開過直播 所以就在自駕的粉絲團裡面開個直播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台車是Nissan的Pianna Z32 算是第二個世代的Pianna 這一款的話 其實它有2.0升 這一款是2.53V6引擎 那其實這一款有一個動力最大的版本 是3500cc的 所以這個它的動力級距的話 還有分了很多的不同的級距 那這樣的房車其實 改裝避震器的最主要有一個訴求 就是還是要得要兼顧 畢竟它是大型房車嘛 它的舒適度一定還是要得兼備到 所以我們前面的談話 像這一台車的話 配置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一個Pianna 專用的8公斤的談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原廠零件 有哪裡要介紹的 第一個它的前面跟後面 避震器都有上座的 這個是前面 前面一樣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有附一個上座嘛 那這樣子的四代的上座 其實當時的話 Nissan就已經跟雷諾車系有做合作 所以這個上座的設計依稀了 可以看出有雷諾一個零件的影子 所以它的前面一樣是賣花層 只是上座形式比較特殊而已 那後方的話它算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方下方很特別吧 下方是一個好像一個開叉的結構 那這個上面的話 紅森的上方有一個上座 那不論是前面的上座 或者是後面的上座 損壞掉 像這個車 一零年的 這樣車裡也大概九年多十年 它的上座有可能 上座的橡皮 或者是上座的軸承 有可能已經快損壞 或者是甚至已經是損壞了 那當換KD的話 就這些的零件的話就不用擔心 因為前面上座後面上座 KD全部都有附 不用再塞原廠的來源用 那今天你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同的車系 會有一個不同的設定跟主名 像這個車的話 原廠就跟 像Toyota的Camero一樣 它都是同一級距的車子 所以它的底盤的訴求 都是非常非常舒適 所以像這樣的阻尼 即便它已經用十年有列化 但是依稀 還可以了解一下 它原廠一個設計的裡面 它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它的阻尼的話 還蠻輕的 它的阻尼 所以這個阻尼的話 其實都以舒適為原則 那後方的一個彈簧 它回彈的力道有一點弱 應該是有烈化 但是還不至於有到損壞的狀況 算是堪用啦 但是也差不多快快快掛了 好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很大一選 那KD的設計 它後方彈簧是配置了8公斤 這個是原廠的上橡皮 它很大一顆 它的形式很特別 它的這裡有三個爪子 三個爪子把它撐住之後 它就不會掉下來 所以在安裝KD的時候 那三個金屬的爪子 它開開的需要往內折的時候 才有辦法放上KD專用的橡皮 還有放上專用的Hilo Kit 所以這個是上方的橡皮 上方橡皮不需要沿用 下方的話它有一個底部機構 那個機構就要沿用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改裝KD之後的一個蓋框 這個是2.5升的V6引擎 V6引擎 所以它的V6引擎 它的引擎的震動椅子的話 當然還是比直列四缸的話 還要來得好一些 或者是橫列四缸引擎 好你在那邊好不好 那這裡的話 後方是配8公斤的 上方其實這個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上方的調整機構內部 因為這樣這個角度的話 已經拍不到 上方其實KD還有做了一個 專用的平整化的橡皮 讓它在調整機構裡製品 跟原廠的板件當中 有一個防止異音的一個橡皮零件 所以這個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調整車高的部分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彈簧下方還有一個橡皮 那個橡皮就要沿用原廠 而且它的橡皮有一個斷擦面 安裝的時候斷擦面一定要砍住 才不會有不平整的狀況 這個是後方的 210長8公斤的 那這一個是在J32跟J31最大的差異 這裡局部其實一樣 J31跟J32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它統身擺設的位置 J31的話 它是跑一個短行程高阻尼的形式 那J32的話 為了讓它的舒適度更好 所以它的上座啊 往上挪 所以它的整體避震器的長度 其實是比較長的 那在阻尼調整上面的話 因為這樣的形式啊 在我們改裝電線廠 就變得比較好發揮 它在上座的下方啊 就直接可以調阻你了 因為這個上座的上方 其實是密封的 不太有辦法去調整軟硬度 所以這個上座設計的話 在上座的下方呢 就能調整軟硬度 那也許有可能 待會降到2指幅以下 車主的手伸不進去內部調整 但不用煩惱 我們把車子稍好撐高之後啊 就能調整得到這個地方 所以準備的調整是在這裡 那車高的調整 今天預計兩指幅嘛 這個筒身的長短啊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啊 這個筒身的長短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個筒身的長短 是來調整它彈筒的預載值 像這個210mm 我們大概壓縮了 大概3到5mm就好了 所以這個後方的筒身 它並沒有辦法來改變車高 但是有一個狀況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像這個的改法 國外也有這麼的改法 就是它的彈簧跟避震器 本來是分開的 但是因應比較禁忌的需求 它會把彈簧跟避震器做成一體 尤其在Nissan這個系列的底盤上 35連接或者是G35、G37的這些系列呢 很多的做一個甩尾賽事的話 它會把後方的筒身跟彈簧 是做成黃極一體的 那像那樣形式的話 調筒身的長短就能改變車高 所以不同的一個設計 那它的調整方式就不一樣了 但是要舒適的話 還是以這樣的設計 會比較接近一般車主的使用需求 如果你是開G32 是想要特別禁忌的話 那就可以考慮改成彈簧跟整式一體的形式 那改成一體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如果啦 萬一覺得彈簧公斤數不符合自己需求的話 因為直捲式的嘛 它的規格就多了 8公斤、10公斤、12公斤、14公斤、16公斤 再怎麼樣的一個選擇呢 都有辦法因應車主的需求 但是它畢竟是黃極一體的 它在乘坐感的舒適度上的話 就沒有辦法像這樣的設計那麼的舒服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它的上座 本來是一個母孔的設計 在鎖上螺絲嘛 那改裝之後它就會變成是螺絲 然後鎖上螺帽 那這樣的形式其實都是一樣 就只是簡單做固定而已 可是這樣安裝的時候 會比較 讓計時比較好 對到孔劑會比較好安裝 那這個上座啊 上座 強化上座 然後有附走繩之類的 這些KT就都有附了 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往這裡有一個H 往H方向的話它就變硬 往S的話它就會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來調整軟硬度 從這裡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跟右邊 兩個阻鈕值 要對稱 左邊跟右邊要對稱就好 好 在前面彈簧的部分 像這樣的彈簧 其實可以配一個紙捲式的彈簧 紙捲式的彈簧 它的變化度比較高 要7公斤 8公斤 10公斤的話都可以 但是這台車 車主的需求啊 他是想要兼顧到原廠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因為車友他有來公司 試乘了一個大型房車 他希望想要 天啊 改之後的感覺呢 像工廠裡面試乘車那一部 Camry的 的乘坐感覺一樣 所以我們幫車友配置的彈簧呢 配置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可以看到這個 並不是紙捲式的彈簧 它的彈簧形式跟後面其實很相近 是上大下小的一個規則 所以這樣不是非紙捲的彈簧 當它在遇到坑洞 不平整的路況的時候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啊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就不會回饋感那麼直接 所以這樣的彈簧形式 相對舒適度來說的話 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鍵吧 這個是油管固定器啊 這些都是有跟原廠的固定位置是一樣的 也就是一個 這個都是一個專車 專用的一個零配件 那像是這個離載串的話 也不用再改短了 直接鎖附上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其實這台車J31J32 它的原廠離載串 是很特別的 它的方向 它不是逆向的 是剛好有一個角度 所以這台車的定料的時候 定離載串啊 要特別提醒一下車友要注意 它是有分左右邊的 不能裝錯邊的 那車高的調整 以前面賣花層的形式啊 它並不是靠壓縮 去改變車高 它是靠桶身下方的一個相對長短 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啊 相當的寬喔 這台車的話 它最低大概可以降到 一尺到半十五吧 它最高的話 可以跟影響一樣高 沒有問題 那KT的用料部分 像是裡面的主迷友 我們是從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 IG的主迷友 那油風的話 你這台日系車J31 應該有很多的車友 選擇的是日本 一個綠色的TEAM的品牌 那日本TEAM的品牌 算是日本最大的一個 改裝避震系的品牌 日本的TEAM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跟KT一樣 都是用料的用得非常非常好 那KT還有一個最棒的優勢 就是KT本身啊 它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即便用那麼好的油 用那麼好的油風 也許有可能 一段時間之後 三年五年之後 它主面也會裂化啊 油風會漏油啊 那這些呢 都是全部都是可以維修的 包含防塵套 饅頭 還有上座的任何一個螺絲 螺帽都是可以維修的 這個是工廠才具備有的一個優勢 好 今天是 Misang 這台的 Piena J32 一個 一個 安裝KT 這個是道路版 這台車真的很舒適 的一個介紹 那KT的話 其實有歐系車 有日系車的車種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像今天這一輪車友也是 禮拜一把 前天有來試乘啊 所以覺得KT的產品不錯 才考慮安裝 所以我們層次的邀請車友們 如果要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歡迎跟我們小編來議員來試乘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OK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